海舱区的环卫工人蔡岳英 是我是唯一一名来自基层一线的党的二十大代表 今天上午她所在的单位 海舱成建集团的党员干部 基层员工一同收看了二十大开幕会直播 大家纷纷表示 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向榜样学习 继续做一颗坚守在平凡岗位上的螺丝钉 让厦门这座生态花园之城更具高颜值 在海舱成建集团的会议室里 大家聚在一起认真收听收看二十大开幕盛况 海舱成建集团党委书记楚丹霞 从事市政建设环卫管理工作 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 对于过去十年城乡环境发生的变化 他深有体会 以海舱为例 原先困扰居民的黑臭水体得到治理 城乡居民的生活品质也日益提高 同步提升的还有居民的生态环保意识 如今的海舱可以说是山清水秀 过去的十年里 我们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掌舵领航下 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今天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激动 我们海舱成建集团就有一名党的二十大代表 全体员工 包括环卫的市政的一线的五千多名员工 今天都在认真的听 认真的看 认真的学 楚丹霞提到的这名二十大代表就是蔡岳英 她所在的松宇市政管理站 负责海舱主城区六十多条道路的清扫保洁工作 总面积约137平方公里 蔡岳英十八年如一日 每天至少徒步七公里 顶烈日冒严寒清扫街头校尾 助力海舱区实现全市市容考评六连贯 她自己也从一名环卫工人成长为组长 成为一名党员 不少一线环卫工人都说 蔡岳英当选党的二十大代表 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莫大的鼓舞 作为她的同事 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大家觉得自己的劳动得到了尊重和肯定 我们能做的就是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 握好手中的哨把 踏踏实实扫好每一条路 给市民群众一个干净整洁的城市 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到 新时代的伟大成就 就是党和人民一道拼出来 干出来 奋斗出来的 作为一名基层城乡维护管理工作者 接下来我会牢记嘱托 全身心突入到城市建设 生态治理和城乡异地化 观养工作中去 让我们的天更蓝 山更绿 水更清 本台记者报道 本台记者报道